郎平再用二心人!小慧若其重回女排,21岁小将成二传心血液。 作为中国女排的绝对领袖,郎平用人一直备受球迷关注。 郎平给球迷的印象就是眼光毒辣,看人神准,比如朱婷、袁新月、张长宁,还有龚翔宇,无一不是在郎平的看重下,从默默无闻逐渐成长为独党一面的主力队员。 近日,郎平再次选择其用两个新人,小慧若其重回女排,21岁辽宁小将为女排成为了二传位置的新鲜血液。 北京时间7月22日,2018年瑞士女排精英赛正式公布了中国女排参赛的20人大名单。 从公布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,安家杰作为主教练带队,赖亚文作为领队辅佐,至于女排队员方面,有两个新人进入狼屏的勇人对象行列。 具体名单如下,主公,张长宁,刘晓彤,李莹莹,刘燕涵,段放。 副公,袁新月,高义,胡明媛,王媛媛,杨涵玉。 接应,岁春磊,杨涵,杨涵玉,吴涵,二传,丁霞,姚迪,孙海平。 自由人,林立,王孟杰,孟子璇。 其中二张新面孔就是吴涵和孙海平。 先说吴涵,作为江苏女排的主攻队员,曾拿到女排亚青赛的MVP和世青赛的最佳主攻,值得一提的是,凭借在2017年女排世锦赛上的高光表现,吴涵入选中国女排的集训名单。 此次吴涵再次出现在瑞士女排精英赛的名单中,实际上是她重返女排。 作为辽宁女排的主攻队员,吴涵曾公开表示自己的偶像是朱婷,然而有意思的是,由于进攻特点和惠若琪非常相似,爆发力强,一度被球迷誉为小惠若琪。 至于孙海平,此次是她第一次入选女排大名单。 球迷都知道,目前中国女排的二船位置是一个短板,在女排国家联赛上,丁霞和姚迪组成二船二人组,一直大战着二船的名额。 笔者还曾在丁霞和姚迪都表现不佳时,一直不明白为何郎平不愿给二船位置注入新鲜血液,增强竞争。 如今郎平终于决定启用新人参与竞争了。 说起孙海平,这位21岁的小将之所以能成为二船的新鲜血液,和他沉着冷静的赛场风格息息相关。 需要指出的是,孙海平基本功比较扎实,而且传球也比较稳定,有球迷将他看作是位秋月的接班人。